臺灣的民主防衛 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演唱會 我們這一場是要談的是 臺灣的民主防衛 因為 其實民主政治 雖然是到目前 人類發現最好的制度 但它會受到一些威脅 有些是全球性共通的現象 比如說 這幾年新自由主義的 全球資本 市場體系的發展 其實它有一些它的缺陷 然後另外像新媒體的興起 也使得政治 受到很大的挑戰 所以你會看到有的國家 比如像中南美 因為地鐵漲價 油價上漲中的這些問題 或者像跨國黃背心運動 你會發現在世界裡 有時候有些衝突很容易引發 很大的迴響 跟社會上的動亂 然後除了這些 大家比較共通的問題外 其實臺灣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 是因為中共的威脅 其實中共當然是全球最大的詐騙集團 不要被撒謊 臺灣大概有這種能力就是韓國瑜 這樣就要接近 但是 它雖然有很多講謊 然後包括臺灣有些人會附和 像 像我在政大 然後你看他用戴士寶 什麼立體的國兩制 大概九二共識 大概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的臺灣版 可是 你會看到有些政客在臺灣 他一直在講九二共識 他完全不敢講真正的九二共是什麼 所以 臺灣 來自中國 包括你去年看到或今年看到很多 中國怎麼樣滲透 包括今天的報告人要談的 中國透過 資訊戰跟混合戰 用各種方式 用各種政治決點經濟利益的這些 在臺灣進行滲透 這些大家都耳熟能詳 大概像 大概這個報告人有深入分析 所以臺灣的民主受到很多這種威脅 尤其因為我們跟中共的距離 不遠 所以這種威脅 坦白講如果臺灣今天在紐西蘭 或澳洲那種位置 你想大家臺灣生活會怎樣 說實在大部分會很快樂 因為沒有那麼大環擾 但是因為 你鄰近一百多公里就有中共 然後那個威脅非常具體 因為他的目標非常清楚 再怎麼樣撒謊 他最後的目標就叫併吞你 所以 我們的民主受到威脅比一般民主國家還大 然後像德國在納稅統治的經驗之後 他現在講的憲政的民主 他非常強調防衛性的民主 民主要有防衛機制 因為民主 不是光一直強調人權民主 如果你們有適當防衛機制 民主是有可能 被人濫用民主跟人權 然後破壞掉他 所以像德國 他會有像違憲政黨的解散機制 包括他的法官公務員 如果故意做侵犯憲政的自由民主之系的行為 是會被免制的 類似這種 或像台灣今年 上半年通過的國安武法 或昨天通過的情報工作法 其實這些都是某種程度的民主防衛機制 那現在正在審的一個很重要的法案 其實就是反滲透法 因為之前大家法律 比較沒有辦法處理 剛好報告人提到 如果是比較代理人 就是協力者 比較這種協力者 原來的這些法 法律 他有些缺陷 沒辦法直接處理這些 所以如果反滲透法通過 可以在這方面 補足 我們原來的民主制度 防衛制上的一些弱點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就像我開始談到的 那個 我在特別講台灣 還有一個問題是出在 台灣有些人太充滿理想跟熱忱 然後有些理想太不誤實了 就變幻想 比如說我們的共投法 確實超英感美 超過歐洲所有民主國家 我們原來的公投法 台灣是唯一 敢把全國性公投 跟全國性大選同事進行 整個西歐有研究在講 西歐15個國家 從1940 15個民主國家 到1940到2007年左右 只有丹麥試過一次 1971年全國性公投 跟全國性大選同事進行 但台灣 我們真的非常有膽 但我們去年的時間就發現 歐洲那一個國家 不是比你不民主 他比你有智慧 知道有個事情 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遺症 所以 歐洲沒有民主國家在這樣做 但我們還好 我們發現這個重大缺失 做營修的公投法 當然 當初大力推公投法改成像 公投綁大選 很多人是有大家的影響 覺得這個要補足台灣的 帶A制度補足 尤其 包括過去國民黨長期 一檔一檔 但是 我舉這個例子 是要讓大家 想想看 其實 民主制度跟人權的保障 如果你了解不夠透徹 有些制度設計 通往地域的道路 雖然你充滿善意 但因為誤判的結果 你想想看 如果台灣第一次公投綁大選 是在今年舉行 在明年1月11號舉行 台灣可能會死得很慘 當然大家去年受到慘痛教訓之後 有學到教訓 所以這非常重要 那在這個以外 因為我一開始有談到全球性 現在全球化 然後那種 新自由主義經濟 他的缺陷 像平戶差距跟 精英跟 劣勢的絕疵 落差變大 所以怎麼樣處理一個社會中 像經濟 社會這些 落差帶來的問題 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這些問題 沒有好好根本的處理 這個社會會充滿很多 在新媒體時代 很容易被點燃了火藥 所以我覺得正本性要去面對 而且另外要面對貪腐 因為 新的自由主義經濟底下 像金融操作這種 他帶來更多貪腐的機會 當然 宋楚瑜在講說 民進黨的貪腐 在雲港來講 國民黨的貪腐在台灣 到目前的那裡 要要領先民進黨 可是大家不要晃掉 民進黨確實有人謀話 去年會輸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有一些是因為 民進黨確實在有地方做得不好 比如像高雄沒問題 高雄市政那些沒有問題 然後像遠航 故宮南彥在馬政府的時候 當張剛維標到VOT案 好不容易民進黨去年 林鄭院長的時候把他解除了 但那個過程中 官說的人除了國民黨立委以外 我很坦白講 有國民黨的政客以外 也有民進黨的政客 當然還好 看起來交通路在處理 典航這個事情是比較堅定 而且比較不受到背後官說影響 所以我覺得 民主的防衛 像剛剛講的 國安或反滲透 非常重要 制度設計的 包括媒體 像德國就非常強調 廣播電自由跟平面媒體不一樣 它不是為了要廣播電視的從業的人 跟業主的利益而存在 它是為了要促進社會的輿論自由發展 跟個人意見自由形成 它是一個工具型的自由 所以對基本人權要了解 透征一點 然後另外 我覺得 今年非常幸運 一方面中美貿易大戰 一方面去年 還有因為香港人 犧牲生命流血 所以我們有受到很大的檢定 所以再加上韓國瑜的本質 慢慢被看穿 不然你想想看 台灣的民主會有很大威脅 所以我覺得 假設明年1月11號 大家擁業投票的結果 讓台灣的政治 不會被親共的路線嚴重盤懼 不會被民粹主義這種 滿口空話的 但是 他們來講韓國瑜是非常會講話 作詞消學是台灣頂尖的 但是這種風險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明年選舉 短期的這個非常重要的 再來 我覺得如果 如果 比較有台灣主體線這些政黨獲勝 其實 大家在投完票之後 第二天就要好好監督這些政黨 因為 權力會使得很壞 任何政黨的人都會壞 然後要警惕這種事情 才能夠讓民主背後的這些 引發這種抗爭啊 引發不滿的這種火苗 能夠平行 所以 當然很關鍵是要 遏阻來自中共的 對台灣的滲透跟侵略 但背後不要忘掉 經濟社會跟文化上那些 正義跟能工業引發充足的因素 我覺得這是長眼要面對 好 謝謝大家 在我們請在這邊 大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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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個 因為只有這個 二十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大概簡略 介紹一下 這一陣子 台灣面臨的一些比較 變種的一些威脅 以及我們應該要怎麼去防範 那防範的方式 說真的就是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說會有這種 你有可能會用作戰中心去防禦 那或者說今天是用這個 所謂的這個 代理人登記 或反滲透法 那我在最後五分鐘的時候 再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那這一個是 目前以這個架構上來講 左上角大家應該可以熟知 就是中國 那右邊這個部分呢 是指這個對於民主的破壞 那因為中國對於民主的破壞 基本上並不完全是沉襲俄羅斯 俄羅斯當然會做一些民主的破壞 我訪談過一些 這個俄羅斯的這個學者 那他們就說 因為俄羅斯的敵人都是民主國家 所以他們當然會用一些戰術 特別設計對民主國家的一些破壞 所以早期當然你可以說 中國可以很多的一些戰術的一些學習 還是跟這個俄羅斯學習 但是目前來講的 中國畢竟 他社會台灣社會已經夠久了 所以他有點慢慢發展出來 他自己對於台灣的一些戰法 所以這是我大概整理的 先是中國對其他世界各國進攻的一些方式 然後待會再來比對 就是他們現在進攻台灣的方式有哪些 那因為我很曉得台灣報告這個部分 所以這都還是英文沒有翻譯 但是簡單帶過去就可以 就是黑色的那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屬於這個駭客的攻擊 那駭客的攻擊當然是可能攻擊你的我們的這個基礎設施 攻擊我們的這些水庫等等之類的 這個應該是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其實跟習近平講的統戰交朋友有點類似 以前他們做統戰是做側翻 然後做交朋友 但現在他們有一個很新穎的一個交朋友的方式 就是做過公司去交朋友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他們的一個邏輯裡面就是 大家都知道他們現在對新疆算是一個鋪天蓋地的攻擊 那這個鋪天蓋地的這種數位集權的這個掌控 包含這個人臉的辨識嘛 那而且他人臉辨識現在包含情緒的辨識 那也包含這個所謂走姿 就是走路姿勢的辨識 所以他現在把這些辨識的技術呢 輸出到其他的國家 最有名的三個國家 因為這樣倒閣的 就是白俄羅斯 星巴威 還有俄華多 所以這三個國家 因為他們也喜歡了中國 因為中國認為這種技術輸出 很多統治的軍主他會喜歡這樣的一個技術 所以當你把這個技術輸出到該國的時候呢 你就等於是綁住了他們 讓他們在國際為你發聲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 就是這個 新疆的問題現在已經有23個國家出來譴責嘛 包含美國、英國、日本這些主流的國家 但是這個 這個反對他們譴責的國家 現在已經高達55個國家 那都是屬於中國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拉住的一些線 那這個線對我們來講當然是很困擾 為什麼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中央化的 它所代表的大公司沒有很多 有一些是翻譯的公司 那當然還有阿里巴巴大家熟知的 那還有華為 那華為現在好像就在這裡動去幫活動 因為我看到一直一直有人拿華為的東西走出來 然後有一些他們很可怕的 所以這就是這個第二個層次 就是他們對於這種數位集權的一種輸出 那第三、第四個層次是跟台灣比較有關係的 灰色的那個部分指的是竊取個資跟竊取技術 那竊取個資跟竊取技術 最主要是有 Administrate of State Security 這個MSS 國安部 他們國安部有大量的對於各國的駭客攻擊 那對台灣的駭客攻擊一天可以高達200萬次 這大家應該知道 所以這些駭客攻擊 它最主要是針對台灣人的這些偏好來做蒐集 譬如說你的個資 譬如說你的身份證字號 你的戶籍地址等等之類的 這些東西資料的蒐集 照理說一點軍事意義都沒有 因為假設今天飛彈要打過來 飛彈要部分戶籍 你蒐集那麼多戶籍資料到底要幹什麼 所以升級這些資料 為的就是跟另外幾個公司做對應 這邊我列了三個公司 微信還有愛奇藝還有這個TikTok 這個叫什麼 抖音 這幾個都是典型會蒐集各位各資的 這個叫做application 就是你手機上面裝的這些app 那這些東西呢 在大量蒐集各位的這些個人資料之後 會做大數據的分析 這個大數據的分析就可以去計算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類型 那什麼樣的類型呢 這個在我們目前的這個結構裡面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比如說2016年這個川普在選舉的時候 他在單一政治廣告在Facebook下的時候 可以有20萬種不同的版本 改顏色或者改字體 20萬種不同的版本指的是什麼 就是指說你今天可以把美國人分成20萬不同種人 每一種人都丟不同的資訊 那同其所號嘛 所以如果說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資訊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把他們做分裂 才有辦法讓他們做對立跟裂結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中國這個部分做得不好的話 假設他今天把台灣人分類 分了一百種 那一百種說真的有 一百種說真的有點鳥 就以行銷的角度來講 但是當年大概在2014、2015的時候 中國的技術是把台灣人分成55種類 那個說真的沒有什麼 但是如果他可以分到上千種的時候 上萬種的時候 那他就可以客製化越來越多的訊息 然後使影響特定的人 然後進來再影響選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綠色的部分特別重要 是因為綠色的部分就是指把假消息 或者偏頗消邪 或者特定的故事 丟到台灣的社會裡 那丟到社會裡的話 假設他今天 就像我們上關係機場這種比較特殊的案件 他是丟一個假新聞鋪天蓋地讓全台灣人都聽到 說真的這個沒有什麼效果 中國說真的做這種事情 在關係場這種事情 做了大概一百多次有了 根本都沒有成功 結果就只有關係機場那是成功的 所以他今天如果是第一個假消息 你馬上可以debug 你馬上就可以說這個是假的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反作用力一旦形成的 那個假消息的效益會變得很低落 但是如果他今天是把台灣人分成一千種 每一種人都用客製化的訊息 而且這些人訊息收到之後是不會亂議的 他收到之後不會再傳給跟他不同立場的人的時候 那每一個人所接受的資訊就會差很多 那每個人接受的資訊不一樣的時候 對立就很容易產生 那如果要操縱選舉的話 以政治學的模型來講 要操縱選舉 根本操縱百分之十以下的人就好 根本就不必操縱全台灣人民 你就是操縱大概一百萬人兩百萬人 就足夠讓選舉逆轉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他可以把台灣的那個分眾做得很好的話 就是灰色的那個步驟 那他綠色那個步驟就會變強 相反來講 如果今天他蒐集個資 蒐集得不夠完整 而且他以前說這個個資未必現在可以用 因為每一個人的persona 就會在要把你分類做資訊攻擊的時候 大概是三個月有效而已 因為訊息是不斷的流動的 然後這個意識形態也是不斷改變 所以你三個月之後就要再蒐集新的 不然他們幹嘛一直蒐集 所以只要能夠把這個擋住 他後面要再做什麼disinformation的這些攻擊 其實說真的效果都不會很強 那台灣很麻煩是因為有兩個問題 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使用中文 所以中國在攻擊其他國戰的時候 他要去試用當地的語言去做攻擊 那我們不用 這是使用中文者的一個悲哀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 在對台灣做這種 他在對台灣做這種攻擊的時候 如果我剛剛說他分類分的不夠好 那沒差 但是社群媒體有一個特色 他有時候幫你分類分好 因為譬如說你在臉書你參加了一個社團 或參加一個粉絲專頁 大部分來講你在那個專頁那個粉絲裡面 大家個性就是差不多的人 因為你們興趣差不多 所以等於社群媒體他可以被武器化 他可以先添的就先幫你分好了 那你就在裡面都丟不同的訊息就好 然後第三個是更麻煩的就是 我們講粉絲專頁講的是空中的 是在虛擬世界的 問題是中國在我們的地面上一堆粉絲專頁 就是我們有一堆的那種叫什麼 地方的小政黨 然後我們有村里長 我們有宮廟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這種小團體 是被中國滲透的 所以他如果說能夠從地面去打這種 虛假資訊或偏頗訊息的話 那效果不是更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分析台灣 中國對台灣的攻擊的時候 我們把它分成線上的攻擊跟線下的攻擊 線上的攻擊就是我剛剛講的透過Instagram 透過Facebook 透過微博等等之類的 做這種空中的攻擊 然後把你分門比類 那線下的攻擊就是透過我們剛剛講的地方上有很多的節點 每一個節點都去散播特定的消息 然後去影響當地的民眾 線上跟線下兩個是不合在一起的 理由很簡單 因為線上跟線下所負責的單位在中國 是不同的單位在負責 所以兩邊的假消息通常來講是合不到一起 那今年來講可以先跟大家講 按照我們現在的觀察 線上的攻擊變少非常非常多 那理由我待會再跟你講 一部分跟香港有關係 一部分也跟我們自己有關係 我待會跟大家分享 但線下的變多 而且變得更難防禦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比較困擾的一些地方 那內容我待會再跟大家講 所以這就是我早期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紅色的部分就是中國的一些 攻擊的這個單位 當然這個單位你們應該都很熟悉 我就不多說 中間那黃色的部分在節點 就是我剛剛講 下面籌在一塊是線上的節點 下面籌在一塊是線下的節點 但是我後來慢慢就是我透過一些 訪談跟數據的收集 我在看這些節點 為什麼願意在中間幫中國打這個假消息 或者偏頗的資訊 因為中國那邊紅色的部分 他們官方在怎麼製造這些假消息 沒事不會流到台灣的 你一定要有一個渠道 你要有一個channel 你那個channel如果不建立起來的話 台灣的受眾 台灣的這個民眾 是看不到你所生產的假消息 所以中間那個渠道變得很重要 但為什麼這些渠道肯去幫共產黨工作 就是為什麼他們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是重要的 所以我後來就把它改成另外一個這個分析圖 這個分析圖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全部都指到那個黃色的跟紅色的部分 就這些節點 那 X軸這邊就是往我這個方向來講 就是具有政治動機的人 往右邊那個是具有經濟動機的人 所以有政治動機跟有經濟動機的人 他們不同 但他們都會散播假消息 那 這個Y軸往上這邊指的是具有資本的人 這邊資本當然指的是統戰資本 那往下這邊是指尋求資本的人 所以尋求資本的人跟擁有資本的人 他們也都會在這個Fill裡面 在這個遊戲裡面去做這些發展 那我就跟大家一個向線一個向線 稍微講解一下 在左上角就是 已經具有這些製造假消息的資本的人 而且他有政治動機 那最有 那就是中國官方單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PLA PLA下面有三個單位 那個SSF的戰略支援部 所有的網軍都在那邊 戰略支援部大家應該有看到 10月1號的時候 那個 中國有出來閱兵 就是有一個戰略支援部 下面字幕還有打 就出來拿著槍跟彈藥 其實他們應該拿鍵盤跟滑鼠 因為他們其實根本就不會用槍 你知道嗎 那這個PWD 這個是那個LICEN 這個PELITICAL WORLD 政工局 政工局 就跟我們台灣有一個 有一個號稱自己是中間的那個政黨 最有關係的 然後GENSTEP 就是那個以前的總餐 現在叫聯餐 那聯餐的線就是向心的線 向心那條線 那大家知道向心 號稱在台灣建立了20萬的這個Facebook的網軍 說真的太少了 因為我們蒐集的是1200萬 20萬說真的 根本就比不上那個數字 那UFW一定是那個統項部 那這邊還有一些比較邊緣的一些角色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這個國安部 還有共青團 台灣Face Office 叫國台辦 國台辦其實說真的很鳥 你知道有人跟你講說他見過國台辦 說真的沒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就這個窗口而已 他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資源 而且被習近平邊緣化得很嚴重 他就是因為被邊緣化 所以他才開始打資訊戰 他們以前根本就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他們的範疇 製造假新聞也不是他們在做的事情 他們製造都是屬於官方 像人民日報當中等級的新聞 而不是製造假新聞 那從去年開始 國台辦開始會製造假新聞 那理由很簡單就是為了 還要去搶這個市場 所以他們的線一定跟習近平 不太有太大的關係 那這個Propaganda Department 就是那個中宣部 其實跟國安比較有關係 因為台灣有國台辦 就不太需要中宣部 那LDM 這個Licent Department 所以這幾個都是比較邊緣的 但他都是具有資本 而且有政治東西 對台灣去製造假消息的人 左下角這邊就是屬於地方單位 地方單位裡面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協 那地方政協目前來講 跟地方政協有關聯的人 因為他最主要是在做統戰工作 那地方政協目前出過大概是61萬人左右 在中國 台灣如果你要去追這些 所謂資訊攻擊 或者統戰的線 去追地方政協基本上不會有錯 而且基本上有好幾個地方政協是最有關的 尤其是跟資訊戰 貴州就是一個 大家知道因為 貴州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因為貴州那邊比較涼 所以他主機散熱比較快 這是一個 大家知道他們有很大一段時間 把東西全部都辦到貴州 大家知道這些事情嗎 然後再來有這個在2015年之前 那個網軍沒有什麼費用的時候呢 就移到一個比較窮的一個省份 就是移到貴州 所以貴州對台灣的資訊攻擊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貴州的地方政協就是屬於 他有時候他要去要預算 那要預算的時候呢 他有一些天使地利人和 所以他去要預算之後 他就會透過他的地方政協的系統 去對口台灣的某些單位 對台灣發動資訊攻擊 他在左下角 那左下角還有那種Trolls 就是那種網路酸民啊 網軍啊這些都是 那像地霸 大家應該都知道 地霸出生寸草不生 那地霸最主要受誰指揮 就是受上面的共青團的指揮 那地霸很鳥 那最近法務部的假新聞 就是地霸發的 那再往下這個 地霸這邊大概就是 反正那些網軍 就是網軍大概一千二百萬左右 其實被刪掉很多 一千二百萬左右真的已經很少了 那一千二百萬左右 它裡面有很多 我們叫種子頭 這種子頭 現在大概是兩千六百多位 那我們就是monitor 這兩千六百多位 每天在幹什麼 那微信跟微博這個部分 這個我不多講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那再來就是政治的內容農場 有些是在馬來西亞 有些在香港 那這些政治的內容農場 他們就是為了賺錢 不是為了賺錢 講錯了 為了取得政治的資本 那它大部分都是有這種 太子黨再往下更低階的那種幾個家族 那地方的家族 為了要取得他們的政治資本 然後去經營這些政治的專業 和政治的粉絲團 那這個政治專業 跟政治粉絲團都沒有廣告 所以它不是拿來賺錢的 它完全就是為了取得政治資本 在中國裡面 要往上爬的這些人 右上角那一邊就是 單純為了賺錢的人 單純為了賺錢的人 就是譬如說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這些廣播公司 還有台灣一些被炫煉的youtuber 就是為了賺錢 然後還有台灣的一些行銷公司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所以這些他們已經有資本了 他們為了賺錢 就直接沆瀉一氣 但問題就出在說 這些人 不管是行銷公司 還是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媒體還好 台灣的媒體對國可以到國台班 但是像這種youtuber 假設我今天是有受過訓練的youtuber 然後我想要去多賺一些錢 然後我想要透過統戰來賺錢 我要怎麼去接觸到國台班 我要怎麼去接觸到解放軍 我要怎麼讓中國今天製造的訊息 可以丟到台灣來 我只把一個渠道 那個渠道是他們取得不了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中金這些人特別的重要 就是我一定要這邊來講 就是說 這些人譬如說 有些政治人物 叫做買辦 我們台灣有某幾個政黨特別多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正商名流 然後還有一些地方的政黨 那這邊地方政黨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中華制共黨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要在這個金門推那個 一國兩制的那個政黨 最近新聞不是才報導說 為什麼我們全國村里長寧和寧一位有沒有 不是要去統戰那邊 然後去跟統戰部要錢嗎 他是誰帶過去的 中華制共黨 那陳柏瓜他們帶過去的 所以中華制共黨 他是在中間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中華制共黨 最高顧問大家知道是誰嗎 張三振 張三振 你應該知道 張三振 所以韓國一對我來說 根本就不是問題 張三振是最大的問題 張三振是最大的問題 張三振布的線 布得非常非常的深 布得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這個 這是大家一定要有警覺性 然後 右下角那邊就是我講的 叫社會邊緣人 因為社會邊緣人其實很可憐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譬如說你公廟轉型的時候 結果你沒有錢可以賺 或者說你想當YouTuber想紅 結果也沒有 就是紅不了 所以這些比較邊緣者 他們為了單純要賺錢 他們就是個體戶 他們會透過 右下角 下面中間那一群人 去把這些邊緣者 拉進來 然後讓他們紅 怎麼讓他們紅 讓統戰的錢砸下去 讓他們在台灣散播 這個我剛剛講的不實訊息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 像光彩協會 光彩協會 大家應該聽過吧 台灣光彩跟中國光彩 他們號稱說完全是不同的單位 但不都沒有 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人世有一半的重複 對不對 光彩協會有專門訓練YouTuber的 這個 program 大家知道嗎 就是有專門訓練YouTuber的單位 所以台灣現在有好多YouTuber在線上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後面有圖 但是今天沒時間講 就是像譬如說 像 我不要講誰好了 因為這個錄影 就是有時候有些YouTuber 他在那個在傳的時候 在那個講話的時候 他是台灣人嘛 然後靠這個大概兩個月前 然後整個星期 然後他在那個 他在直播的時候 或者他在放那個YouTuber的時候 他上面就會有兩個捐款連結 那捐款連結一個是支付寶 一個是微信 你在台灣做 你在台灣做直播 你放支付寶跟微信的 付款連結要到嗎 我們沒辦法付錢 我想付錢給他都不行 因為你要有中國的帳戶 你才有辦法 你要中國的銀行帳戶才可以做啊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金流 然後更不要講說 我們有追查到 譬如說有六個 這個有六個YouTuber 全部都是用同樣的一個收款系統 然後全部回到台灣的某一家旅行社 我想說奇怪 就一個旅行社 一個門口的一個叫張小姐 他專門在 把素材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去做影片 那這個 所以旅行社的張小姐 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 然後再往下追查 他發現那個是專門在做統戰團 所以他們全部都是 連在一起的 聽得懂的 就是從解放 從那個不是解放區 從那個統戰部 然後一直到特定的組織 然後再去接旅行社 然後旅行社再往下發展 他可以做統戰團 去對口這個 所謂的公廟團體 他也可以去對口 我剛剛講的這個 叫做線上的YouTuber 那大家知道現在 我們在Line 我們每天大概 因為我們現在有Monitor 大概19萬的群組 那我們每天可以收到 超過3000個這個 所謂的Disinformation 大概有一半都是影片 YouTube現在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線下階段 那我最常舉的例子就是 因為又有錄影 我不能舉太多例子 因為他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一個一個斷 我們要知道他們還沒發現 他現在就把他斷掉 那有些是我們斷不了的 比如說蔡英文 這個蔡英文的 不是蔡英文在攻擊 是蔡英文的新聞 蔡英文的那個什麼 蔡英文墮胎六次的這個新聞 他有說他墮胎六次 你也看過嗎 蔡英文墮胎六次 蔡英文墮胎六次 蔡英文墮胎六次這個 如果你沒看過就表示這個攻擊很成功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過 他今天要攻擊就要分眾了 如果他只想要讓特定的人 都只看這些東西的話 他不會讓你看到這些東西 因為你不是他要丟的人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只責對特定的人丟 所以他知道在YouTube 有整個六個版本這個影片 已經有兩個被我們幹掉了 但是這六個影片加起來 是三百萬次的觀看 那你沒看過 那是三百萬到底在哪裡嗎 那我們因為Facebook有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那個 就是特定的連結 在Facebook上播的狀況 沒有人在分享這個 在Facebook上面 他全部都在那裡面 他全部都是線下的攻擊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 當然就是很麻煩的事情 那線下的攻擊 就是我們前幾天 法務部的那個攻擊 那個也是 那我們把它斷掉 所以總之就是先簡略的 讓大家知道說 這有那麼多節點 那為什麼我把節點放得那麼重要呢 是因為很多線啊 比如說警訊時報 警訊時報就是從這個 中間我剛剛講的 那幾個政討發出去的 或者說像這個 這個是那個YouTuber 就是我剛剛講的訓練系統 或者是陳曲甲新聞 從解放軍到香港 香港的Princo 這個這個 支持那種農場 然後到台灣的 台灣的那個 商業的那種農場 各式各樣東西的方式 所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我全部都跳過了 這你們現在在弄的一些模型 那已經沒有時間了 所以這前幾天嘛 這個法務部的這個假新聞 大家應該有看到 對不對 就是這個是屬於香港萬億 譬如說這個也是 在Line裡面傳為主 那Facebook有傳一點 從地方那邊傳出來 但最早是一個微博 某個帳號傳的 它的方式 它其實是一體系的 哈囉12月6號還是知道假新聞 12月6號的假新聞 是香港要尋求台灣政府的信助 然後9號的假新聞是 台灣政府回應說我們不想幫你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是一整號的一個攻擊 這個也是齁 那我們有做很多的分析齁 那這個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為什麼 因為大家有沒有看到 Facebook前幾天不是 刪掉了一堆粉絲專頁嗎 對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會把 我們認為有問題的農場 我們認為有問題的這個網站 我們都會回報給Facebook 那我們回報給Facebook之後呢 這個很麻煩的是 因為我們一直希望 Facebook能做的事情 應該是讓它觸及率降低 而不是把它刪除 因為刪除我覺得有點 違反言論自由的一個問題 但是 我們回報之後呢 結果他們就開始去搜查 然後搜查特定的粉絲專頁 我前面這個圖就是要告訴大家 它 剛剛不是要分群受眾嗎 特定的 譬如說一個網站 它只會有特定的粉絲在分享 所以譬如說 這些粉絲專門都只分享這個網站 這些粉絲只分享這個網站 它是有對應關係的 因為它 要 那個copyline audience 完全不一樣 所以 我們就是把這個節點圖 全部畫出來 我們搜集大概30個農場 以及對應了好幾百個粉絲專頁 然後全部做回報 那 回報之後呢 這個是 他們去年的做法是 因為時間不夠 我大概要花最後一分鐘把它講完 就是 去年的這個 手法是 他們就是 在這邊 創網站 譬如說無維科技 北京的一家公司 然後在這邊創內容農場 然後他同時間 兩邊同一批人在經營 然後確保訊息可以流過去 但被踢爆之後 今年不是這樣做 今年的做法是 他只做這一個 然後他讓他的網站可以做log in log in 就是你可以登入他們的網站 登入要幹嘛 你只要登入創你自己的網站 創你自己的粉絲專頁 或創你自己的Instagram 然後幫他們分享消息 每一百則就賺多少錢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希臘社會邊緣人的做法 就是 很多人是想要賺錢的 但也沒有什麼管道 聽到有人介紹這個 在Line群組裡面有沒有 就開始做 所以就一堆台灣人 專門在幫中國製造的農場 去散播假消息 但你又不能 因為這些人說真的就是需要進行 而且說真的 這是 這是人生常態 對不對 所以他們這樣的一個做法 導致這個訊息越來越scatter 就是越來越來越防範 那是因為我一直舉報 一直舉報 所以他們就一直斷一直斷 那掉到最後 因為我在他們裡面 我在那個裡面 那個寫文章的那個裡面 所以每天就看到這個 對話記錄在哀嚎說 這個又不能分享了 那個又不能分享了 今天的收益又掉了66% 什麼等等之類的 那所以也因為這個樣子 他們很多人絕對不甘 不甘的時候 就開始賣粉絲專頁 為什麼又不好 不能創了一些粉絲專頁 然後讓很多人可以追蹤 結果要分享講 要消息出去的時候 發不出去嘛 發不出去就只好 把粉絲專頁賣點 所以都不會太貴 那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想法就是 乾脆全部買下來 為什麼 因為全部買下來 他們以後就沒有東西可以 沒有渠道可以做分享 那比較藉著做法 就是直接回報給Facebook 因為交易是犯法 不是犯法的 犯Facebook的社群守則 那你也可以全部回報給他們 讓Facebook直接砍掉 這也是一個方法 我還沒決定 因為我就是每天都在 掉這種很無聊的事情 那這個SEO 就是他們現在在寫SEO 這個 就是他們Youtube成長的一個過程 我不小心把它放出來 就是這個 呃 就是補寶跟微信 所以 這是高雄銀小姐 這以後再慢慢介紹 所以 總促黨 這是我們畫的中華式公黨的圖 所以 總之就是 呃 呃 因為實際上的關係 最主要是跟大家講 你看那麼多節點 那你要怎麼一個一個去 一個一個去處罰 假設你先定了一個反滲透法 然後把那邊出破犯有罪 不有意義 因為有些 我說各式各樣的人都會有 有可能是右上角那種大紅美 有可能是右下角 就是社會上單純想要賺錢的人 也有是中國那邊來的 有在香港的 有在馬來西亞的 你怎麼可能用一個 單純的一個處罰的法力 把這些 處罰掉 而且更大的問題是 如果你用處罰的方式 來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要別人做完 你才可以處罰 因為做完你才可以搜集證據嘛 然後搜集證據之後 然後再起訴 然後再處罰嘛 但問題是如果你現在 一開始就把這個節點幹掉 就好像我剛在前面做的事情的話 那一開始訊息 就打不進台灣 這樣不是更快嗎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在推這個 還是很不好的意思 就是一直在推代理人登記法 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我也做了很久很久的一個遊說 就是一直失敗 那其實有很多的不快 但是在選舉前都不好意思講 但是 但是我就是最主要 我就是最主要寫的那一個人 然後跟那個朋友一起 然後我們去遊說 然後去國外遊說 因為 因為美國人反對 那這個事情就是 這種 只有那麼節點揭露的方式 才有辦法剛我把那個圖 每一個每一個都披露出來 然後披露出來之後 他們自己要決定 要繼續做還是不要繼續做 才會有惡阻的效應 才有辦法在一開始 把這個東西砍斷 那如果他做有灰色地帶的 他揭露金流跟人士之後 你才可以繼續 譬如說調查群再往下追查 所以這才會有意義 但是這個 就是 因為畢竟這場跟這個 應對方式有關 所以我就著重在這個代理人法 那 為什麼我想要推這個法 就是因為剛剛前面講這些東西 那因為 這個超過太多時間 不好意思 那先講到這邊謝謝大家